周润发着三个字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个美好的电影时代 他的出现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 也见证了一个华语影坛的崛起 从帅劲十足的许文强到沙发果断的小马哥 再到潇洒任性的赌神高进 他速度的每一个角色都是一部励志的成长石 正如发哥在英雄粉色中说的 我要争一口气 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 我是要告诉人家我身体的东西 我一定要拿回来 历经数余载 发哥终于影坛封神 站在了影坛的最顶端 可是任何的成功他都没有捷径 从打工载到影帝封神 那些发哥如今可以笑看的心酸往事 那段铸造他精湛演技的经历 还有那段恪守不渝的感情 这些已经成为发哥深情回忆的点点滴滴 我们将以一道来 年少入江湖应成欲贵人 和大多数成功人一样 周润发也有一段心酸的往事 和一个出身不怎么样的家庭 55年出生的周润发 由于家庭原因 在10岁的时候便过早的踏入了社会 寻找工作 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 他一直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 从电子厂同工到酒店服务员 从邮差到售货员 他见过了太多的悲欢离合 人情冷暖 当然 这些在现在看来仍让人心疼的经历 也为他后来精湛的演技 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73年 也就是周润发18岁的时候 一则TVB班招学员的广告 引起了他的注意 幸福中的发哥来到TVB应征 就被告知学历太低 拒绝录用 可生活处处有惊喜 也就是这一天 发哥遇到了自己演艺生涯的第一个贵人 钟景辉 也许是初遇的同情 也许是单纯的欣赏 这个老人力排众议 破格录取了18岁的发哥 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到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决定 在多年之后 成就了一个影评影帝 74年 发哥顺利从TVB训练班毕业 经过短暂的龙套生涯 一年后 他终于得到了演出的机会 算是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影评生涯 可演艺这条路 并没有发哥想的那么容易 尤其是对于没有学历 没有背景的自己 于是又是五年 在这五年的时间里 发哥出演了很多影视作品 但就是不温不火 这些在发哥看来 都是在基础力量 他或许在等一个人 等一个机会 或者一个适合自己的角色 终于在80年的三月 这个机会 这个人 还有这个角色来了 电视剧到电影人的自我救赎 1980年是香港电视风靡时期 也就是在这一年 周润发终于迎来了许文强这个角色 其实上海滩中 强哥这个角色 本是给当时的郑少秋 量身打造的 由于身体原因 郑少秋极力推荐了周润发 因为他觉得周润发的气质 很适合这个角色 事实证明 他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上海滩这部剧一经播出 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更是掀起了民国黑帮争斗剧的热潮 发哥饰演的强哥 更是深入人心 一夜之间成为了国民偶像 发哥也一战成名 成功跻身香港舆论一线 紧接着发哥开始转型参演电影 也许是大家的意识 还停留在他饰演的许文强这个角色上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只要与发哥参演的电影 就以票房惨淡收场 他也一度被称为票房毒药 于是乎发哥的事业又跌到了谷底 或许对于此时的发哥来说 他急切地需要一个角色来证明自己 直到86年 传来了英雄本色筹备的消息 发哥主动找到了导演吴玉森 对于当时也处于事业低谷的吴玉森来说 他也急需一部电影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就这样两人一排即合 当时参演的还有事业也不景气的迪龙 大家都担心 没有一个大腕坐镇 很难有号召力 于是就又请来了男一号 也就是哥哥张国荣 英雄本色这部剧 对于周润发 迪龙 还有吴玉森三人来说 是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 结果我们都知道 这部剧一经上映就风靡国内外 而这部电影也成为了当时 很多亚洲导演信奉的神作 发哥更是通过乍丽的演技 硬是将男三号活生生地演成了男一号 剧中的小马哥形象 也是被外人效仿 从许文强到小马哥 发哥用了五年的时间 也许对于当时的发哥来说 他的营评生涯才刚刚开始 他或许还在等一个机会 等一个角色 赌神 香港影视最巅峰的时刻 86年 一部英雄本色不仅打破了香港电影票房的记录 更是开启了香港枪战电影的时代 也让周润发 迪龙 吴雨森三人 走出了各自的事业低谷 也就是在这一年 经过三次金像奖提名的周润发 终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该奖 正如发哥当时在讲台上说的 等了三年 每一次都西装革履 但都空手而归 之后的发哥 更是凭借小马哥这一角色 成功地摆脱了票房毒亚的称号 也正式奠定了自己 在香港乃至整个亚洲影坛的地位 在很长一段时间 发哥也成为了香港电影票房的保障 时隔三年 也就是八九年 《赌神》上映了 这部电影对于香港商业电影产生的影响 并不亚于英雄本色 毫不夸张地说 它代表了八零九零年代 香港影视最巅峰的时刻 《赌神》已经上映 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同时也掀起了盛大的赌篇风潮 周润发在影片中饰演的高进 更是将演技发挥得淋漓尽致 大杯头加巧克力 配着那一些黑风衣 简直就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时至今日 发哥饰演的《赌神》 依旧承载着很多人年少的记忆 那个出场就自带BGM的男人 更是几代人心中永远的男神 在暂时的成功和喜悦中 发哥并没有迷失自己 在现在看来 发哥当时饰演的大都是苦情英雄角色 可能他自己也觉得再这样下去 戏路会变窄 为了让自己的演技和往后的戏路更加宽广 他不过周围好友的劝阻 决定直身一人前往好莱坞闯荡 可好莱坞就真的适合发哥吗 失忆的十年 好莱坞迎平生涯 都说好莱坞是电影人的天堂 每一个电影人都向往着能在好莱坞 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所以很多明星更是把他视为毕生的梦 95年 周润发在自己演艺生涯最巅峰的时候 选择了去好莱坞发展 他放弃国内的资源从零开始 这等魄力也是很多人不敢尝试的 可发哥还是潇洒的迈出了这一步 替身杀手是周润发在好莱坞的首秀 这部影片继续演用发哥迎平枪神的形象 一经上映反响平平 大部分影迷更是抱怨十足 紧接着发哥主演的第二部电影《冰原战士》 在影片中发哥所展现的演技还是被认可的 但是收拾票房却惨不忍睹 好在发哥并没有太上心 他或许再等一个证明自己的角色 终于随着安娜与国王的上映 大家眼前一亮 在影片里周润发饰演一位东方国王 他把中期文化带来的差异和碰撞 饰演得活离活现 可是影片的质量再高也没卵用 始终还是不太符合西方人的口味 在此之后周润发在好莱坞的发展 已经严重受阻 几乎都接不到任何片子 2000年周润发机缘巧合 先参演了李安导演的剧情片《卧虎藏龙》 影片中发哥饰演的李木白 一改往日放荡不羁的形象 呈现给人们的是一份深沉内变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 《卧虎藏龙》已经上映就红遍全球 发哥也算是在好莱坞打下了名头 可此时的周润发 对好莱坞的电影已经彻底失望了 走了一圈他才发现 还是华人电影世界最懂它 于是他又辗转回到国内发展 可此时的发哥 还能找到曾经那个熟悉的感觉吗 举手投足一部戏 06年一部满城近代黄金甲宣告了发哥的归来 这也是周润发阔比香港影坛十年后的首秀 这一年发哥已经年过半百了 十年的好莱坞影评生涯让发哥的脸上多了一门苍苍感 虽说黄金甲这部影片口陪并不怎么样 但是发哥还是贡献了堪比教科书班的演技 此时的发哥早已不需要好莱坞的肯定 他需要的只是继续盘腾自己演技生涯的高峰 07年一部《让子弹飞》让影迷们看到了发哥那个黄金十年的风采 之后的发哥更是出演了《无双》《澳门风云》系列的 影片中发哥举手投足间都是一部戏 他用炉火纯青的演技向我们阐释了明星与演员的区别 如今发哥已经65岁了 他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放荡不羁的小马哥 正如发哥经常说的 离开了迎平他也是普通人 他也有柔情的一面 就在很多明星整天想着如果炒作自己的时候 功成名就的发哥却捐掉了自己56亿的资产 选择了做回普通人 正如香港市民中 流传着的一个段子 想遇到香港明星就到中环奢侈品店逛街 想要遇见发哥就到地铁公交站和菜市场 都说人活着有三个层次 活着体面的活着 明白的活着 而对于此时年过半百的发哥来说 他毫无疑问是明白的活着 正如发哥说的 人活明白了就活简单了 如今的发哥生活里没有智能手机 没有名车也没有游艇 陪伴他的仅仅是一个懂他爱他的人 一份自己喜欢的事业 一个月行的喜好 几个如水的朋友 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发哥夫妇早年前 因为一些原因失去了还未出生的女儿 这是发哥永远的遗憾 出于感情寄托 他们夫妇捐掉了毕生的积蓄 正如发哥说的 这些钱给更多需要的孩子们 当我们很多人都在怀念2000年以前 那个香港黄金电影时代时 发哥却表示自己并不怀念 因为每个年代 每个行业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对于此时的发哥来说 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丰富的长篇小说 此时他确实可以笑看 那些曾经的心酸往事 但不管怎样 周润发用自己的演艺生涯 陪伴了一代人 塑造了一个电影时代 书写了一个影评传奇 咳子 咳 咳 咳 感谢观看